大家好,欢迎来到Highlight名人堂 一年之前,Highlight我曾经出过一期历史15大主帅综述的影片 对于其余14大主帅,观众大多都非常尊敬,也认可他们的能力和功绩 唯独提到Doug Rivers教练时,很多球迷都有很大的意见 老河流教练其实算得上是一代名帅了 手中既有总冠军也有足够多的执教胜场术 然而,纵观他执教生涯的履历,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亮点时刻少,逼疯球迷时刻多的主帅 根据统计,老河流教练主帅生涯共24征战季后赛,仅打入了两次总决赛,取得一贯 然而,他的被逆转次数那可就太多太多了 如果包括先下一程,最终却输掉的系列赛 老河流教练总共有13个被逆转的系列赛 就算刨除了1比0被逆转,他也有10个被逆转的系列赛 其中包括3次3比1被逆转,4次3比2被逆转,一次2比0被逆转和两次2比1被逆转 而且,正是因为他一次又一次在系列赛中被逆转 球迷们赋予了他NBA被逆转之王的称号 那么,Rivers的执教生涯究竟有哪些值得铭记的被逆转时刻呢? 在一次次被逆转的背后,为什么他总是不缺工作呢? 今天,让我们聊聊被逆转之王老Rivers教练 相比于话题满满的教练生涯,Rivers球员时期的履历,常被忽视 以1983年次轮秀身份入行的他,在菜鸟赛季就坐上了老鹰首发空位的位置 1996年退役的他,在NBA效力了13个赛季 其中有8个赛季都效力于老鹰 86-87赛季,他在DPOY榜单上排名第8 87-88赛季,他入选了全明星 可以说,他把巅峰都留在了亚特兰大 直到上赛季,他都还是老鹰队史的助攻王 99-00赛季 38岁的他在魔术正式开始了执教生涯 作为主帅的首个赛季,即99-00赛季 Rivers就被评为了年度最佳主帅 在魔术执教的四个完整赛季 Rivers的表现可圈可点 四年的例行赛胜率都在五成级以上 打入了三次季后赛 遗憾的是,这三次他们都止步首轮 其中,01年输公路,02年输黄蜂 都算是实力不济 03年输给实力不俗的活赛 反倒是最可惜的 在T-Mac的神勇发挥之下 魔术一度3比1领先呢 如果是首轮五场三胜的旧赛制 魔术本该完成老八传奇的 然而,当赛季是首轮改成七场四胜制的首个赛季 这导致魔术还需要再赢一场 活赛最终凭借铁血防守 连下三成完成逆转 T-Mac的我已经在考虑下一轮对手的言论最终被打脸的笑话 也正是来源于此 当然,这个系列赛的曲折复杂程度远超一般人想象 T-Mac这句被打脸的话其实也没有那么简单 后续如果有机会 我们将为大家详细介绍这轮系列赛 不过无论如何 魔术被逆转了 这是NBA史上难得一见的3比1领先被逆转 这也是老合流教练生涯的第一次 如同潘朵拉的盒子被打开一般 被逆转一词将充斥着他的整个教练生涯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Rivers教练执教魔术时 球队本可能在2000年夏天组成Duncan T-Mac Hill的三巨头 但因为他本人严格规定 家属不得搭乘球队的飞机 导致Duncan没能和魔术签约 再加上Hill来到奥兰多后 始终伤病缠身 T-Mac才会年复一年的单核带队 03-04赛季开局带队打出一胜十负后 Rivers被解雇了 担任了一年解说员后 他于2004年奔赴波士顿上任塞尔提克的主帅 刚来不久就受到了铭记 见知名塞尔提克球迷Bill Simmons的反对 后者直接在专栏中呼吁解雇Rivers 事实也是 执教绿山军的前三年 Rivers只打进过一次季后赛 那就是04-05赛季的首轮 塞尔提克一度取得开门红 以一比零领先 最终还是和刘马打到了抢7 并惨败27分出局 事实证明 无论是Antoine Walker这种有一定经验的球星 还是那群新兵 都因为比赛态度太过随意 而不符合Rivers的胃口 于是2007年夏天 NG散尽加财 足见三巨头 成熟的球星确实有用 聚首第一年 他们就打出了66胜 例行赛第一的战绩 并最终夺冠了 这也是老河流教练执角生涯的最光辉时刻 在那个时间点 很多人认为这只是开始 年仅47岁的Rivers 将带队拿到更多的冠军 成为一代传奇教统 不过事后想一想 08赛尔提克除了三巨头之外 还有Rondo这样年轻却老辣的控场大师 角色球员也都是Perkins James Posey Sam Castle这样的优秀极战力 更重要的是 彼时赛尔提克更靠防守赢球 球队防舍助教偏偏是名帅Thibadu 这样的豪华天团 居然在季后赛打出16胜10负 成为了史上季后赛输球最多的总冠军 连8号种子老鹰都能将他们逼至抢7 这好像只能说明主教练存在一定的缺陷呢 而从2009年开始 我们熟知的Rivers被逆转时正是拉开序幕 09年次轮对阵魔术 缺少KG的赛尔提克一度3比2领先 却最终被逆转 尤其是主场的抢7战 绿山军三节战霸还紧咬着比分 莫杰却直接被打出了35比21 最终吃到了一场19分的大败 下一年总决赛 赛尔提克同样在前五场打完后 取得了3比2的听牌优势 却在第六场惨败22分 抢7在没有Perkins的情况下 他们首截领先9分 却在后三截遭到了胡人的疯狂反扑 末节单截输掉8分 最终以4分之差无缘冠军 连续两年3比2被逆转后 11年1比4输给正值巅峰的热火三王 倒是和被逆转没什么关系 但下一年再度面对热火 Rivers就病复发 塞尔提克让二追三 第五场在迈阿密取胜 3比2拿到听牌优势 如果他们能在第六场成胜追击 借主场之力完成晋级 连续两年的五元冠军的热火 大概率就要直接解体了 而在绝境之下 勒布朗打出了生涯最强一战 并上演传奇的死亡之灯 热火最终在TD花园逃出升天 并凭借抢7击败绿山军晋级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第七场 塞尔提克半场结束领先7分 却在下半场崩盘了 第三节被追平 第四节直接被热火打出了28比15 可谓一窥牵连 12-13赛季 是Rivers在塞尔提克的最后一个赛季 雷枪已经离队 Rondo爆销 缺冰少将的绿山军反倒打出了血性 首轮一度0比3落后 却顽强追到了2比3 最终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 2比4出局 2013年夏天 快艇用首轮签和塞尔提克交易得到Rivers 同时还让老河流教练兼职球队篮球运营的高级副总裁 对其非常信任 例行赛期间 Rivers也确实回报了这份信任 13至14赛季 他带快艇打出破队史记录的57胜 下个赛季则是56胜 快艇队史共有8个50胜赛季 Rivers一人就贡献了5个 但到了季后赛 作用冠军教头名号的他却一次又一次让人失望 先是2014年 在奥克拉河马先下一程 取得1比0领先的快艇 最终被2比4淘汰出局 当然这次被逆转颇具争议 第五场天王山之战最后一分钟发生了太多疑似错判漏判 在这之前的影片中我们详细聊过 因此还可以说是非战之罪 但下一年的西区次轮 被火箭逆转的系列赛 就实在找不到外部理由了 快艇一度取得3比1领先 却最终被火箭连锥三场 完成逆转 尤其是第六场 坐镇主场的快艇一度在第三节领先19分 却在第四节遭遇单节15比40的崩盘 在下一年 Rivers出局的方式同样耻辱 一度2比0领先的快艇 被托荒者完成了让二追四 当然不可否认 Paul和Griffin都在打完第四场后报销 快艇遭遇了严重的伤病打击 16-17赛季 快艇则是在2比1的情况下 被绝世逆转 最终3比4出局 这个系列赛 Griffin在前三场打完后就宣告报销了 18年快艇没进季后赛 19年他们倒是极为悲壮 彼时Paul和Griffin都已经离队 快艇凭借以Louis Williams和Harold为核心的平民阵容 将全员健康的宇宙勇拖入了第六场 尤其是系列赛第二场 他们在一度落后31分的情况下 上演了季后赛历史最大逆转 将勇士盯上了耻辱柱 2019年夏天 快艇苦尽甘来 连续得到Lennart和George两大巨星 眼看超级舰队将扬帆起航 老河流教练却又犯病了 19-20赛季唏嘘四轮 快艇一度3比1领先精快 结果却是第五场 他们领先16分被逆转 第六场 他们领先19分被逆转 替补二老Williams Harold攻强手弱 尽快全程追着他们打 快速追分 但尽快起势之时 Rivers的调整太慢了 第五场 快艇被打了一波11比0才喊出暂停 第六场 快艇5分多钟未得分 被追到只差5分 Rivers才叫暂停 连续两场手握大比分领先 却被逆转 彻底损伤了球队的士气 第七场 Lennart和George二人合力 也只有24分 反观对面的金块 Murray爆砍40分 岳老师拿下了16加22加13的 超级大三元 快艇输掉抢7 在3比1领先的情况下 被金块逆转 Rivers随后宣布辞职 时至今日 NBA历史上也只出现过 13次3比1被逆转 而老河流教练一人 就贡献了其中的三次 是当之无愧的历史第一人 从快艇离职后不久 他就在76人找到了工作 然而 属于他的被逆转之路 却永远不会结束 20-21赛季 费成坐拥 安比特 Harris 小Curray Danny Green 以及还没有产生心理阴影的 Simmons等诸多汉匠 却在次轮2比1领先的情况下 被区区老鹰逆转 抢其出局 那个系列赛之后 Simmons再也不复巅峰表现 变成了如今修赛期之王的模样 下一年 Harden到来 和安比特完成联手 球队却在次轮完全被热火压制 最终2比4被淘汰 2-23赛季次轮 76人又在TD花园 啃向天王山之战 3比2领先 却又一次连败两场被逆转了 抢其战 Rivers的球队再度一窥千里 惨败24分 还被Titum打出了历史抢其战的最高分 输给塞尔提克的两天后 Rivers被解雇 随后加盟ESPN转播团队 上赛季 Rivers一度在解收员岗位上 干得风生水起 然而 公路的菜鸟教练 Adrian Griffin 因为带队战绩糟糕 最终被解雇 Rivers受命于危难之间 于2024年正式离开ESPN 前往公路救火 结果赛季结束 一看战绩 Griffin带队时 公路好歹还有30胜13负 Rivers却只带队拿到17胜19负 胜率甚至都不满五成 季后赛首轮面对溜马 字母哥因伤缺阵 Liller Middleton也各自带伤 公路在先下一程的情况下 最终为溜马逆转 2比4出局 好了 以上就是对于Rivers 执教履历的回顾 可以看出 Rivers的被逆转履历 包括首轮次轮 分区决赛和总决赛 经验全面又丰富 被逆转之王的称号 实至名归呀 而且 他的球队常常在 关键比赛的前半段 保持领先 第三次节 却莫名其妙地崩盘了 尤其是抢7 事实上 Rivers已经输过10次抢7了 输10次抢7 13次系列赛被逆转 7次3比2被逆转 3次3比1被逆转 全是专属于他的历史记录 究其原因 便是Rivers的战术安排 小聪明多 大智慧却不足 08对胡人摆出KG 打中锋的无响 10对魔术启用雪藏已久的 Nate Robinson 都收到了奇效 然而 他的进攻战术过度依赖 球星的单打和简单挡拆 对于复杂战术的运用能力不足 更不善于为角色球员画战术 尤其是执教76人 对阵塞尔提克和热火时 对手的船切让他完全无法招架 而且他临场应变能力也显然不够 15年打火箭 应付不了Makiel教练 XJBD的霸代帮 23年打塞尔提克 也应对不了Mazula教练的双塔 然而 他作为主帅也并不是全无亮点 以下优点便是他始终不缺工作的原因 一来 他很擅长带平民球队 尤其是将弱队带到中流水平 19快艇和TMAC单核魔术便是证明 二来 他在培养新人方面也很有一套 包括Rondo Bradley 小Jordan和Maxie等人 能够成才 都和他的栽培信息相关 虽然无法为新人画出专属战术 但他能给予足够的培养空间 三来 也是最重要的 便是灌鸡汤的本领 有关这一点 相信大家都有数了 完全不用highlight我多说了 NBA的主帅历来要操劳 包括技战术 商业更衣室在内的一切事物 某种意义上堪称半个管家 因此 素来都能和管理团队搞好关系的Rivers 很多时候都会被球队高层信任 更何况 他还是联盟黑人球员的精神领袖 地位极高 其实除了被逆转之外 他几乎没有什么被平凡诟病的地方了 顶多也就是作为快艇主帅兼管理层时 安排自己儿子进队 不过 小Rivers在效力快艇时 也曾有流血不下火线的硬汉时刻 所以 夫子同台本身没什么好喷的 前提是 关系户的能力得足够硬 这就是Rivers教练 靠着熬功龄 他已经熬出了 1114胜的历史第八 例行赛执教胜场 和113胜的历史第四 季后赛执教胜场 总而言之 给他一堆不怎么样的食材 他能做出一桌不错的家常菜 而给他一堆顶级食材 他也做不好一桌满汉全席 还来我个人倒是希望他能多职教几年 也没什么别的原因 主要是他那两句 Let's go和Come on 确实足够提神醒脑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